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2018年约旦河西岸 一个肥皂厂的老板说 这是5000年前的古老工艺 是神的礼物 提取橄榄油 加入小苏打 灌水煮沸 晾干 切割 加盖涂脏 自然风干 包装出厂 1200年前 他们的祖先就在耶路撒冷附近 按照这个工艺制造肥皂 当时从阿拉伯到罗马城 整个文明世界都使用肥皂 肥皂带来文明 这句话被记载在他们古老的阿拉伯金卷上面 在他爷爷的年代 西岸有数百家肥皂厂 但现在只剩下了两家 巴勒斯坦人对肥皂的需求越来越少 果然 有些事情被这位老板说中了 2020年 英国的肥皂销量暴涨1.3倍 这种滑稽稽起泡泡的东西 竟然能在几毫秒内杀死病毒 也许这真的是神的礼物吧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有一个直观的现象 把油倒到水里面 它们怎么都不可能融合 但是挤入几滴肥皂液以后 你就会发现油溶解到水里面了 这个现象是因为肥皂分子的结构在起作用 肥皂分子是一个流星锤 锤子的那一头能溶于水不溶于油 链子这一头溶于油不溶于水 所以当肥皂被加入到油和水当中以后 这些流星锤就把油分子和水分子结合起来了 再一摇 油就变成了小颗粒溶解到水中了 杀灭病菌的原理也是这样的 比如这是一个冠状病毒 它的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这层保护膜其实就是一层油脂 流星锤的链子可以很轻松的结合上去 然后水一冲手一搓 流星锤就把这个保护层暴力拆解了 失去了保护层的病毒也就会瞬间死亡 接着你就会看到一片泡泡被冲入了下水道 这里面其实全都是病毒的尸体 肥皂流星锤的威力非常大 即使是比病毒大几千倍的细菌 也能被暴力拆解 自然界中大概只有0.1%的细菌病毒 是有特殊外壳的 是肥皂结合不上去的 其余的99.9%都能够被肥皂在20秒内暴力拆解 没人说得清肥皂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它非常的古老 最新的说法是 在小五千年前 苏美尔人就开始使用肥皂了 但他们可不懂这些化学原理和细菌知识 那他们为什么会发明肥皂呢 探究这个问题 我们竟然发现肥皂和阿努纳奇有关 还和生命之术有关 具体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时间来到1889年 一支美国考古队发现了尼普尔遗址 和尼比鲁只差一个阴节 这里是传说中苏美尔最古老的城市 恩利尔之城 果然他们从这里挖出了4万多块写满歇行文的尼板 后来西秦就是从这些尼板当中读出了阿努纳奇 从尼比鲁来到地球创造人类 再用人类帮他们开采黄金的故事 当时还有一瓶尼板也引起了教授们的注意 这些尼板中似乎在讲一个平民女儿的故事 它叫做尼尼斯纳 5000年前的尼板都很珍贵 记上去的一定都是大事 但这里为什么会专门记载一个平民女儿的故事呢 直到120年后 2009年的时候 才有人破解了这个故事 它叫做乔伊 它发现原来尼尼斯纳的故事 竟然和一场人类与阿努纳奇的战争有关 人类最古老的史诗吉尔加美石上面 也记载了这场战争 战争围绕着生命之术展开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当阿努纳奇准备告别人类的时候 半神王吉尔加美石统治着人类殖民 吉尔加美石有一个好友 叫做恩基督 结果在一次人类与神族的战争当中 众神杀死了恩基督 吉尔加美石录了 他决定独闯神界 讨要生命之术 让恩基督复活 还要让人类和众神一样得到永生 这个时候众神也分为了两派 一派是支持派 他们认为应该把生命之术给人类 另一派是反对派 他们认为绝对不能让人类获得永生 最后吉尔加美石还是在无尽之海的海底 拿到了生命之术 但是当吉尔加美石准备返回人间的时候 众神又返回了 他们化身成蛇 偷走了吉尔加美石手中的生命之术 这就是吉尔加美石的结局 阿努纳奇走了 他们欠着人类一颗生命之术 我们没有人能够永生 所有人都会死亡 一切辉煌都将成为历史 时间到了吉尔大金斯塔正在建造的时代 埃及 苏美尔 印度 连成了一片文明之地 苏美尔南边有一个叫做古尔苏的城市 大量的出口羊毛制品 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国有化的工厂 三个月就能处理20万只绵羊 有一万名工人 尼尼斯那就是其中一个 他负责清洗羊毛上的油污 结果管理工厂的祭司们发现 尼尼斯那洗出来的羊毛总是非常的干净 他的那桶水就像有神力一样 肮脏的羊毛丢进去 搅拌一下再拿出来 就会变得非常干净 于是 祭司们就追过来 围在尼尼斯那的身边 把他当神一样的祭拜 果然 尼尼斯那献出了他的真身 守护女神 林书 林书不是别人 正是吉尔加美什的妈妈 非常尊贵的一位阿鲁拉奇 她是尼比鲁上那位主神安鲁的女儿 也是在地球上创造人类的那位女神 林玛的姐妹 而且 他还是最坚定的一个支持派阿鲁拉奇 他说 当年在吉尔加美什拿到生命之术后 反对派还是击败了支持派 在最后一刻偷走了生命之术 这次他现身 就是想补偿人类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虽然不能让人类永生 但可以大幅提高人类的寿命 本来 这个故事到这里 都可以当做不着编辑的神话来听 但舒美尔一般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他的神话总能在现实当中给你原伤 这次也不例外 因为礼板上紧接着记载了这个礼物的配方 乔一开始紧张地解读这个配方 将草木烧成灰 过滤晾干取一份 再将养籽融化取六份 在水中溶解 用这桶水清洁身体 用这桶水清洗衣物 礼板到这里就残缺了 但乔一意识了 这个礼物正是肥皂 甚至连一比六的比例都和今天的肥皂丝毫不差 即使用科学的视角来看 这个神话也没有问题 因为肥皂绝对是人类健康的守护神 它的化学结构简单粗暴 能在20秒内杀死99.9%的病菌和病毒 而且非常容易制造 其实现在商品中写的什么抗菌肥皂 抗菌洗手液 这都是营销卸头而已 肥皂中并不需要添加什么特殊的抗菌成分 只要按照林苏的远古配方 任何肥皂都有SARS99.9%致病菌的超能力 所以勤洗手20秒 这其实是科学家在教你使用阿鲁纳奇的秘密武器 为什么沐浴液洗完以后身上是滑滑的 而肥皂洗完以后身上是干涩的 这其实是人类立向研发肥皂后的结果 人类用石油化工 仿制了各种变异型的肥皂流星锤 比如十二丸基本黄酸钠 也就是洗衣粉 它的锤头有陨石那么大 链子有锁道那么长 去屋能力比肥皂强几十倍 还比如月桂醇具名牛酸直辣 这是一种滑稽稽的流星锤 也就是沐浴露 几乎所有的洗面奶牙膏洗头水沐浴液的配方表面 都有这个东西 它的特点是不怕支来水 支来水里面有很多钙美各种金属泥子 这些泥子遇到肥皂流星锤以后就会形成造垢 也就是淋浴房里那些像水垢一样的东西 这种造垢在身体上面就会让身体觉得很干涉 半干不干的时候呢 你去搓就会搓出来一些东西 看到这些东西被搓出来 很多人就认为没有洗干净 其实这是死皮和造垢 为了防止造垢了 人类就逆向了一把滑丽丽的流星锤 它不怕支来水不会产生造垢 洗完以后你会觉得滑滑的 弹弹的很干净的感觉 其实这和干不干净没有太大关系 完全是主观感觉的问题 比如你用一瓶纯净水来洗手 你就会发现沐浴液和肥皂洗完以后 都是一样的湿滑 这是因为纯净水里面没有钙面离子 形成不了糟垢 但是最近几年科学家开始关注 人类立项的这个月桂醇具名硫酸指纳 可能与DNA发生反应 同时人类用石油花工纺织它的过程当中 还会不可避免的残留一些二恶丸 这是顶级致哀物 所以现在很多洗面奶牙膏里面 这个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最后发现还是肥皂最高级 千万别觉得肥皂是低端火 即使是一块普通的香皂 也比绝大多数的洗面奶成本要高 但它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了 因为化工上制造肥皂会产生一个副产物 这个副产物叫做干油 它几乎是所有化工制品的基础原料 甚至有人说肥皂是干油的副产物 所以各大日化企业都开筑了玛尼清销肥皂 制造阿鲁纳齐的原版肥皂 需要消耗大量的天然油脂 最古老的是羊油牛油 最好的是橄榄油 最不好的是猪油 因为猪油会导致伤口难以愈合 还会伤害皮肤 这也就是中国古代 为什么一直没有发明肥皂的原因 不是我们不知道配方 而是缺乏油脂 我们用猪的胰胀来做肥皂 叫做胰子 这种肥皂其实很不理想 还不如皂角好用 最好用的肥皂来自阿拉波 马赛 巴勒斯坦 这都是盛产橄榄油的地方 当然如果要说最最顶级的肥皂 那就是搏击俱乐部里面讲的那个故事 在化学上 有一个原则叫做相似相容 也就是油脂属性和人类油脂越相近 就越轻浮越好用 所以如果能用人类油脂做肥皂 那绝对是最顶级的 于是就有了搏击俱乐部里面 他们去抽脂中心偷脂肪的故事 肥皂流行锤除了可以杀菌清洁 还有一个隐藏技能 比如你可能用过这种号称 日本黑科技的眼镜防雾喷剂 感觉很神奇 其实你用干肥皂和沐浴液涂到眼睛上 也有同样的效果 尤其是有用眼镜 包括现在大家都戴口罩 哈气很容易就让眼镜上雾 你完全可以试试阿鲁纳奇的肥皂管不管用 时间回到816年 有一个阿拉伯圣人正在研究肥皂 他叫做吉伯 非常的厉害 你能说出名字的学科 他基本上都精通 化学家认为他是现代化学之父 牛顿认为他是撰写翠玉露的那个神人 万有引力定律 就是牛顿在琢磨翠玉露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这个神人吉伯 会从肥皂里研究出点什么秘密呢 有一天 他的电单炉里突然凌固出一种块状的东西 这可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第一块肥皂 吉伯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用肥皂块洗手的人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吉伯发明肥皂以前 那些炼金术师和炼丹脑道 他们的手得多有理 吉伯用肥皂洗完手 下一个反应 就是这个东西吃下去会怎么样 这很正常 炼金术的最终奥义 就是炼出来一个东西 吃下去可以长生不老 全世界都一样 吃完以后了 吉伯觉得很棒 然后大笔一挥 把肥皂写入了食谱 百分之百纯天然的手工皂确实可以长一点点 但大家千万别吃 街上卖的那种化工肥皂 台湾也有得沟 是一种很独特的天然肥皂 使用茶叶炒木灰和茶油做成 听说台湾有很多得沟手工管理都提供品尝服务 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证实一下 西非有一个比苏美尔还古老的民族 约鲁巴族 他们的神话里也提到了肥皂 而且和书面神话一样 也认为这是神的礼物 约鲁巴的祭司有辽祭的传统 就是把东西堆在一起烧 烧掉以后送给神明 和中国烧只是一个模式 他们会用各种非洲果树皮 棕榈叶子 可可豆当做柴火 献祭些牛羊什么的 献祭完以后了 灰烬当中就会出现一些黑乎乎连连的东西 祭司认为这是神的回礼 约鲁巴人就会把这些东西涂在身上 觉得就像得到了神明的保佑一样 其实仔细分析 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就是肥皂 后来不知道哪个北美的营销天才 挖出了这个故事 一顿吹 搞出一个非洲黑皂的概念 说它富含天然维生素抗菌硝原 美白宝石啥的 美美的非裔们很吃这一套 因为他们祖上很多都是约鲁巴人 于是最近几年 非洲黑皂火了 也火到我们这边来了 据说它的体感很非洲 有机会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还记得最开始那个肥皂厂的老板吗 他说 阿拉伯金卷里肥皂带来文明 200多年前 西方历史学家们非常不认同这句话 他们认为 强悍的古罗瓦人并不使用肥皂 只有那些娇奢淫义的阿拉伯土豪才用肥皂 包括后来崛起了西方列强 他们对肥皂也征收重税 因为当时造一块肥皂的油脂 可以造100根蜡烛 肥皂太奢侈了 严重阻碍了文明发展 但是紧接着发生了两件事 让历史学家们觉得不对劲了 首先 欧洲人发现了细菌 原来是细菌让人类生病了 但他们这个不爱洗澡的习惯 恰好是培养细菌的最佳方法 同时他们还发现 被他们鄙视了肥皂 恰恰又是最有效的杀菌武器 然后欧洲人从一座 被火山掩埋的古罗马城市当中 挖出了一座完整的肥皂工厂 甚至还出土了几块 2000年前的罗马肥皂 终于历史学家们改口了 他们说正是因为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洗浴习惯下降 入侵的满族 抛弃了肥皂和浴场 才导致欧洲大部分地区 都非常的肮脏 这种肮脏甚至直接导致了 中世纪的大瘟疫 大瘟疫又带来黑死病 欧洲文明都差点因此灭绝了 幸好意大利还保持着 古罗马的清洁习惯 还学着阿拉伯土豪 讲卫生用肥皂 然后文明再次从这里复兴 也就不奇怪了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 已经到了1853年 英国终于废除了肥皂税 开始改造城市 注意卫生 到了2019年 肥皂再次成了 人类捍卫文明的一道防线 也许下次阿鲁纳西 回到地球的时候 反对派会冷冰冰地对你说 精致而知识派 会温柔地提醒我们 肥皂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原来阿鲁纳西和我说的一样 回家第一件事是洗手 回家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问 回家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问 现在的故事是泥变的 地球 只要许有终于 数顺域的第一个 中文字幕——YK